现在在哪呢 汤戈奥赖 刚从这个 这是汤戈奥赖的客服中心 在第二part 然后他也是要求你在外面要站队 所以要站着烘点 然后再往里进的 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但是 因为这是第二part 这个OLED是人蛮少的 所以我没想到今天能人有这么多 所以他这不当啊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牌子 但是我平时喜欢逛 因为日常呢 我牌子就OK了嘛 而且这个 因为他小 所以来的人也少 但是今天这么多人 尤其还不是VCAN 就 人这么多 实在是有些意外 我没见过这个OLED来这么多人的 然后 所有的店就只要你是人多的话 他都 他这现在好多店其实都 也不是都开 有好多牌子又干脆都还没开 但是耐克和阿迪达斯是大牌长龙了 可能有打折 他们 然后我现在要过去找人 啊 耐克已经折过来一圈了 他店里人都是不多的 就是他控制人数控制还是很严格的 这是在长岛 哎 大学不会已经进去了吧 CK啊 他也是 入口和出口都是分开的了 店里我就不拍了 因为这种店大多数都是不让拍摄的 啊 兔米 兔米店 兔米是没开的 因为他这个帽里 所以我大概刚才走了一下 就是能有接近一半啊 店是没开的 前面就是 代购最喜欢去的 就是有个coach 现在我是 啊 这边什么这都没开的 啊 GNC已经破产了 哎 Lucky开了吗 啊 因为我们的大学同学是 跟我走散了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 啊 哈喽大家好 啊 我是Zoe 我们现在在啊 啊 长岛有一个Tanger Outlet 里面 杜哥带我过来的 我也不是很懂 哈哈 啊啊啊 对对对 然后我其实我们逛了一圈了 我们刚刚一点钟过来的 就是刚开始还没有那么多人 越来越逛越多人 你看 就连Forever21也是排着一条条长长的队 我们去看一下吧 有的店开 有的店还没开 对对有的 就是杜哥想看的店都没开 哈哈哈哈 就这么走 然后我想看都开了 哈哈哈哈 我们去看一下吧 其实 可以看到其实算是很多人了哈 疫情期间 没有多少人 对 所以显得可能排队人更多 嗯嗯 而且每个人都是戴口罩进去 而且它奇怪的是 有的店会控制人住 啊啊 然后有的店呢就无所谓你随便进 是是 就不跟我们去看那个打折很 这个店就是 我就去买了衣服嘛 超级超级便宜的 一个一件衣服 原价是55块钱 打完折13块钱 啊 因为第二怕个这个 奥赖算人 因为它比较小 所以人也少 啊啊啊 在他这里看到这么多人还蛮奇怪 而且还是中 嗯 像这种就是没有在控制人数 对 其实这个是看 有些店多的 有些店少的 像阿里达斯啊 Nike啊 这种 很多人 像这种门口站个店员 那应该就是有控制人数的 嗯嗯 American Eagle 国名品牌 好像这家也是破产的嘛 但是它也始终 继续还在卖东西的 嗯 清货 谁知道已经清了好几年了 啊 它以前就破产了吗 嗯 破产了就这么一两年了 原来 啊 Gas排队那就是它控制人数了 嗯 刚刚没有好像 嗯 刚刚路过的时候是没有控制的 然后 进门这地方都有一个洗手液的 嗯 嗯 我们进门都洗手 对 这个电影院就是关的了 嗯 电影院就不用想了 对 估计的第三 第三波第三轮 嗯 但是够口呢都是可以在里边吃了 因为这里是长岛嘛 嗯 今天是6月30号 是 拍摄时间是6月30号 嗯 我们什么时候放出来不知道 哈哈哈哈 看材料 啊 就康米 康米一直是在排队的 就有控制人数 嗯 感觉在这边逛的还是年轻人为主 嗯 是 都是那些该上课没去上课的人 对对对 我有同感哈 而且排队都是他们多哈 对 然后已经倒闭的这些库也就在这儿 但是它打折也没有很大 很大 对 都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哈哈哈哈 是 然后这边有一个维多利亚的秘密 嗯 它准备开而已 嗯 但维多利亚秘密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它一直都是要开 一直都没有开 就是34街那个维多利亚秘密那个旗舰店吗 应该算是 里面也是有人吗 嗯 啊 我也不知道 就感觉它没在整理啊 整理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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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是排队 Metal post排队 对 我们就想看看他是怎么个情况 很多人排队 可能这打折还蛮大的 一般排队多了 打折都很大了 后期好像没排 后期没开 MK你要排吗 我不排 我就看一下 看看他是怎么个情况 表店也开门了 我们刚路过施华乐事情也没开门 对 对不起 后期开了 对 后期开 而且不排队 不排队 好 好啊 大概就像 你要去看一眼吗 我们去看一眼吧 那你进去看我就不做 你不进去看了哈 我拿这个没法去 好的 我去看一下 兜一下哈 嘿